雲林縣北港站的防汛道路 最近平傳烏丘攻擊人事件 還有人因為受到驚嚇差點摔倒 那麼對此呢 鳥類的生態專家就說了 目前是烏丘的育幼旗 成鳥是為了要保護褚鳥 才會進行攻擊 而當地也將會來設置警告牌 提醒民眾以免發生意外 鳥叫聲此起彼落 機車騎士騎在路上 忽然一隻黑色的憤怒鳥 往下俯衝攻擊安全帽 一下兩下輪翻空隙 這裡就位在雲林縣北港鎮 北港溪的防汛道路 當地天空之橋等景點 進行的綠美化也吸引烏丘族巢 七月育幼期 兩隻比麻雀還大的烏丘 變成憤怒鳥 不管是在堤防仲滑或者只是經過 只要太靠近鳥巢 烏丘族會攻擊 不少經過的民眾都難以滲滲 我都要對都從這裡過得到 黑手都會一關鍵 突突突突突 要和大自然共存 他要殺他也要殺 機車經過的話可能有吵雜聲 他會認為說是不是受到 民眾說想要避免被灼 可以選擇潛色安全帽或衣物 但其實攻不攻擊跟顏色完全無關 攻擊以火取決於烏丘幼鳥受到的威脅程度 和安全帽的顏色好像比較沒有關係 基於生態保護當地不會進行驅趕或者捕抓 目前打算製作告示牌要民眾特別注意安全 也讓大自然好好孕育下一代 記得方忠誠 賴文良 富麗佳 雲林報導